開動我們醫院演繹 你們醫院陷害我們 面對指控醫師和護理師 還搞不清楚狀況 先報警處理 多名男子進入醫院 他們是禮儀公司員工 不滿遭護理師栽造 偷走死者遺物 氣得到醫院問個清楚 事發在新北市新店一家醫院 17號下午 禮儀公司員工前來接運遺體 死者是一名老婦人 送往殯儀館後 工作人員和家屬確認 醫體身上有哪些貴重物品 家屬當下沒反應 事後發現阿嬤的手鐲不見了 詢問醫院護理師回應 被接體人員拿走放在口袋 家屬氣得質問業者 說這件事已經傳到其他醫院 質疑業者手腳不乾淨 但疫情期間 接體人員必須穿著全套防護衣 反駁要藏東西根本不可能 在手上或者腳上 他都是沒有任何的口袋 他不會有任何的口袋 我們不可能當下還要這樣子打開 放進去 那就沒有防護的效果了 後來那個狗狗是在他的那個衣服 壓在他的衣服第一面 他不是在外面 幸好殯儀館人員後來找到手鐲 還業者清白 家屬領為後對禮儀公司致歉 但業者遲遲的不到醫院道歉 提高的話 那我們沒有什麼意見 沒有什麼平衡 不瞞護理師散布不實言論 謠言還已經在業界傳開 重傷形象 業者對醫院提告毀謗 捍衛名譽 希望司法能還他們一個公道 TVVS 王靖倫 簡宇琦 台北報導 請支持TVVS 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規則貼大視野 浅工 Hawk 開啟小鈴鐺 酷 螢獵